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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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進講這些講那些 今天是謝夫和我拍檔 坐在中間這個 又是我的老友 第一回合想親我這個節目 不是老友都請不到 陳果導演 我們親切叫做阿果 但陳果的英文名字叫Footchen 是不是你的英文名字? 其實不是的 你多叫名字吧 我免得在新聞訊上改 陳果是不是真名字? 為何你老爸才叫做阿果呢? 這個真是 眾善恩得善果 我們有三兄弟 三兄弟姊妹 大哥又叫做陽光 有陽光有果實 有果實有美麗 阿妹就叫陳彥 陳彥 所以這些 我們這個頻道 經常聽到普通記者 不會問到什麼 當然 我找到陳果來 是另外一種代表性 因為想過來我們這個節目 例如我們這一代的導演 有些是來自電視台新浪潮 有些是在外國回來 羅啟銳、張遠亭、張堅亭 那些 但那個 真是跟他的外形 真是很Local 即是草根 即是 又不是聽說你都不出哪個大學畢業 有沒有的? 沒有 亦沒有聽說你在電視台做PA 又沒有 你入行 我所知道陳果是去讀了一個叫香港電影文化中心的課程 這樣開始 197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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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之前讀的時候 我在戲院放過一年的戲 即是做放影員 很心愛電影 那時候十六、七歲 在那裡看了無數的戲 我記得第一部是看 吳宇森的《戴女花》 我放眼不是看 那時候是吳宇森在家和 老闆要去拍什麼就拍什麼的年代 一天看五、六次 你當然會唱 你當然會唱 但你去做同工放影員之前 你是做什麼的? 我什麼都做 又做過裝修 又做過電子廠 那時候 我很小時候出來工作 即是屬於書讀不成那一種 跟阿田啟文一樣 都算半半 即是時勢迫使是這樣的 但你好像是廣州下來的 都算是 經廣州下來 我是海南島的 你是海南島的 真是 經廣州下來 都很轉接 那時候沒有織河 那時候沒有織河 那藍島是紅色梁子君 剛才說了 放影完看很多電影 於是當香港電影文化中心 招生的時候 你就去報名了 其實都是 由之前 我看完這麼多電影 開始欣賞 都不懂得批評人家 覺得什麼不好看 然後對電影突然追隨了一種認識 然後去火鳥宗室 報了一個最 什麼 即是初級編劇班 編劇班 我記得 誰教 金銘器 金爺 那時候一個星期一次 上了十二堂 當然不知頭不知什麼 你說的話我就聽 後來就知道電影 就是波蘭街 不只有街鬥 就是一個電影中心 是 書籍動影 那時候 我就上了去 上了去之後 報名 差點不收我 因為我中學未畢業 所以英雄莫問出傳 我這麼有心 都不收我 大聲一點 那個人就收了我 那個人就說 喂 阿肥仔 那時候 年輕人 你是不是 過雞鬥你 離錯了 真的很恐怖 波蘭街 你知道什麼 那段 我拍 流連TV那段 那段 位 所以我非常熟悉那段 地方 作品 都跟人生的歷歷有關 對不對 多少 都會黏上一點 所以有妓女三部曲 這些在後面才說 繼續和你數你的黑歷史 不過都不是黑歷史 不是黑歷史 因為我早前導演會 我就見到幾個關拍圈 就是 盧子英都好像是 盧子英是 陳榮照 阿 阿聖沛 林幾圖 這些全部 是不是同班同學 還是同一期 我同幾台是同一期 我同幾台 其他 陳榮照是我收他的 因為我去做了一年之後 我就收他 就是做了導師 我不是做導師 我做坐管 因為那個時候 我是 舒淇是 總陀主 當然後面有卡叔 有龍卡 蔡繼光 正式做admin的 就是舒淇 我做舒淇 就是總管 什麼差都要你做 陳榮照就是你收他 我收的 因為陳榮照 都很活躍的 多數做幕後 他是我拍攝第一部電影的副導演 所以 都全部有淵源 現在是在網台 和陳亭青做過電影節目 是啊 什麼打邊爐 什麼影癡 打邊爐 就是這樣 好了 你在電影文化中心 學到什麼 我學的東西很多 當時 當時 當然在火鳥的時候 更進一步 其實我讀了一個課程 張國明是我導師 他忘記了 你教過我 是嗎 嚴浩我是導師 嚴浩 嚴浩教我編劇 嚴浩教我電影製作 方令靖 名師出工 方令靖 那時好像還沒畢業 還在浸會讀 你還沒畢業還是方令靖 方令靖還沒畢業 那時他已經神童拍了很多短片 讀起他 拿像這個 對 要出酒 我剛才記錯了 方令靖 童亭 童稽明 這些都教過我 教完第一回合後 我就快了 我就遲了會工 在入面做 我做工讀生 工讀生不用交學費 做完icial 因為那時候很多電影展放映 有中國電影展回顧 日本新浪潮電影 台灣的新電影 歐洲不用說,就是杜魯福,全都是新一批電影 當時我在裏面看到無數電影,發覺原來跟我在戲院看的完全不同 因為在戲院看那些雙片,在電影中看的完全是另一回事 所以這裏至今我走到這樣,都有點縮命 你是個土壤昏陀道,雖然不是很藝術,但原來凡事有因有果 但我可否說,香港電影文化中心有幾周年紀念,他們在拍一個紀錄片 是呀,拍完沒有?應該沒有拍完 本來如果你拒絕我,我就約柯星培,找我們來講電影文化中心 但我心想,我有陳果在這裏代表他們,陳果的… 我有資格代表的 我吃飯時有個說,其實香港電影文化中心 剛才你說的那個名字,全部都是香港新浪潮電影的最框框聲的名字 屬不屬於我們香港電影起飛的其中一個搖欄呢? 有的,我是見證到的,我記得,Ann好像來教過,但我沒有上去的 但當時拍《封劫》,我只是幫他做了,他給我們一部影片籌款的 當時我們看了,覺得很厲害,中國不用說了 他教教書就去拍戲 就拍《劍志兵兵》,拍《邊緣》 出到來我們呆了,說這麼厲害 老徐都經常來教的,但我沒有參與 當時那一部我就去看,那一部《大一類危險》 所以基本上是很,不知道是考核還是什麼 那一刻我們就,我七三二國,我沒有入行 那時還沒有入行 但看了這麼多都覺得,其實是叫做變天 香港電影的變天就是,沒錯 剛剛遇到79年和800之間 因為香港新浪潮電影是七八年,唐書傳在大特寫第一次提出的 然後就開始了新的編章 在我們這個頻道,如果回顧書記導演說電影雜誌 都看得到 但我認識阿果的時候 是一個活躍於商業或片場大導演大片之間的 很活躍的幕後精英來的 當年也是OK的 因為副導演,我們那時候也分副導演王 你是副導演王 其實阿關是最厲害的 阿關、阿阿當年也很厲害的 我們拔車邊也有人叫過 總之副導演四大天王,你就一定有份了 都有份的 在做了多久才離開文化中心 然後直腳跳入電影圈呢 其實一年左右而已 一年左右我就覺得,我應該不要做下去 因為其實在電影中心的好處是看到無數戲 然後那些無數戲,還有很多書看 那個教育,未必是天天有人教你 但你在那個土壤裏面,你就會覺得分泡 那個世界是不同的 然後我就要,新浪傳這麼厲害 你沒理由不去做 你只是幫人做,不如我進去 第一部電影,第一個找你是誰 唐經銘帶我入行 殺出西營盆 那部電影沒有出過街,叫做追捕 BAM BAM公司拍的 喔,葉智銘那邊的 是的,那部電影當年我進去做長務 我陳夢華做副導演的 從何我第一部做副導演 因為我跟童韻明熟,叫做導演比較好 所以我經常都會跟他們去談劇本 所以我像導演組的一員,其實我不關我的事 你是做長務而已 是的,但問題是很勤力的 我們拍到哪裡,後來去澳門拍外景 我跟華仔,真是派人調街,我們自己掃乾淨 華仔是誰的華仔 就是陳夢華 因為陳夢華就是以東昇、張堅廷那邊班底 當年不是,當年他是跟阿關出來的 但陳夢華跟以東昇合作一套新不了情 他好像是掃乾淨那部 滅火掃乾淨 然後就沒有了 另外一筆,華仔 好,追捕怎樣?上不到呢? 追捕拍了一半,BangBang改組 哦,沒錢 接著就在澳門拍了很多天 因為是徐少強做的 徐少強做的 經常都... 徐少強都失敗了 張堅做掃乾淨 通常去九龍那裡就找到人了 很可笑 拳哥很厲害 我小時候不認識這些東西 但覺得這個世界原來是這樣的 原來真的是這樣的 因為如果找阿崔蕭 他身上有多少劇情 天蠶都變成顧風中尚 就是那幾年而已 他跟梁家仁 台灣的女主角叫夏光莉 夏光莉那時可以打的 但夏光莉來到拍 沒多久就整部電影不拍了 不過這些電影就看不到天日 應該敲背都沒有了 只是在口述歷史裡面存在過 後來有沒有人寶柏 我真的忘記了 我們上兩輯就說 《獵頭》後來我跟王太來劈柏 就是劉成漢寶柏 但追捕後來也有一套追捕 三吾於心的追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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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基明 你第一次入行 都沒有在戲院裡面 看回自己的credit 另一部是什麼? 第二部是什麼? 第二部好像 Tommy Leung的 梁家樹 拖手仔 蔡芳華 我就在那裡認識 翁靖精裁蔡芳華 還有一個Curt Wong的 舞廳? 不是舞廳 打雷台? 不是 又是叫做 好像叫做琴獸 都不用聽 拍了半夜又出不到街 江安第一部 叫做琴獸 我做第二輔導 和長記 我覺得這部電影很棒 當年 因為你知道 唐一面那一代 是文質彬彬的 都不是文質 不過那些東西是OK的 但Curt剛剛從英國回來 他拍完舞廳之後 然後我們要做 嘩! 出到來 我忘記了舞廳是第一部 還是這一部第一部 發覺那些Visual 好像在英國學廣告 影像舞廳真的很厲害 做得很投入 你知道嗎? 那時蔡先生帶我們去中環地鐵 我們在建議的時候 對 我們下去拍 蔡先生要搞點日本人 就是蔡蘭 蔡蘭 那就是世紀的戲 哦起來很後期 因為蔡蘭有曾經入世紀 和方寧政 休光劍和秦韻蘭 是世紀的戲 播戲沒有拍完,也是拍到一半 那麼琴手不如 很浪費播戲,影像很厲害 演員是甚麼? 演員是高雄和潘的新人 潘鎮偉還是潘泛女仔 和李麗珍拍了一套衣服 人是很好的,兩個都是好人 還有一個禽獸導演 還有女主角是台灣來的,很好笑 日日,台灣來到,天天要想別人 怎樣叫人剝衣服這件事,我覺得很好笑 阿果,你哄人剝衣服好事,都是你其中一個專長 我沒有他們那麼近,我是講明 但他們又不是,你們沒有講明 為何來到才晚上在那裡想? 我是講明 有沒有成功? 沒有成功,所以那部戲拍不完 台灣妹妹就離開了 很好笑的,但我後來沒有做 你可不可以說得到你是越來越競爭 所以我拍這兩部戲,拍不完 是我入行,就是受挫折 是很大的製作來的 我拍了拖手仔,這些這麼小的戲 然後兩三部之後就做了副導演 第一部副導演是什麼? 很大位的鯊魚燒賣 鯊魚燒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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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鯊魚燒賣 不過鯊魚燒賣 也不記得我了 前幾位有個翻船見到他 他也不記得我 他要記得趙公子 多過記得你 對不對? 鯊魚燒賣 《奇緣》 又是爛尾 你記不記得這部是爛尾的 《神勇雙韓韓炮》逐集 《洛尾》是變了一個名字 你記不記得我是進去做第二輔導 鄧正康做第一輔導 《奇緣》 不是《奇緣》 我記得有《神勇雙韓韓炮》逐集 有六小分 有六小分的 《神勇雙韓韓炮》逐集 後來爛尾 我拍不完的 我不知道做了幾天我就 《神勇雙韓》 《神勇雙韓》 那部是我主動走的 《小冬》說好像你不是很投入 我說是呀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投入不了這部戲 他有沒有罵你 他不是大罵 他看人是很清晰的 因為其實那時候我真的不是很投入 所以他既然說到我 不如我還是不做了 因為有另一個好路數 是不是 不是有不關事 通常我很少有這些古靈精怪的事 《神勇雙韓韓炮》逐集 後來又改名 因為我記得 施智雄特意在台灣找了六小分回來做 不是 六小分有利 那時候是盧冠廷 沒錯 盧冠廷 盧冠廷剛回香港 外形獨特 歌聲就紅 那你再講一部 然後這部戲因為我入了嘉王 這部拍不成呢 我就直接入寶和了 唐基明就叫我入寶和 但他又未開戲 又叫我做第二部 我就做了五阿神的一部戲 五阿神做導演 然後劉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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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劉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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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榮 是 做導演的戲 誰知他跟製片不是很相配 就叫我來做製片 是 那我就唯一... 但我做了之後 然後就...OK 然後開甚麼 那一堆 《龍的心》 不是 《龍的心》 後期做了五個人,五福星那些 不是做正的製片,就是幫忙做 拍完之後,接著又開夏日福星 夏日福星是紅太太給錢的 佩華姐叫我去做,去泰國拍 我去泰國第一次做長的又做輔導演出 開心心 開鬼,還沒去過沙灘 周朱是做指導 朱繼生 無人幫你做輔導 我不是大哥一跳? 阿哥,第六十四先 前面拍甚麼? 看劇本,一兩二個角落 拍攝 長記怎麼記? 那時沒有錄音 還有夏日福星是群氣 夏日福星好像有劉德華 總之是寶和的全盛時期 因為奇謀妙的五福星之後 就有很多條拉出了 福星電了一堆 那時候拍攝 你看看福星高照 不知道五福星 有一個我跟趙偉演的認識 烏鷹那個叫我去 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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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攝也不行 就拍攝攝影師 拍攝攝影師 攝攝影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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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人都搭到地 那時候我對動作片 剛剛外面沒有拍攝到很多動作 入到 嘩,真是硬 阿哥,自己上去 拍攝攝影師 然後做完之後 然後就 龍的三做 我做製片 因為在Google找到陳果的資料 龍的三居然說 你和洪金寶聯合同 你在這裡澄清 你沒有那麼威水 我不知道誰寫 我做製片 老實實 這部我的共演很大 為什麼呢 你如果看到Ending那場戲 你就知道 當年大哥就說 阿哥 快點去大埔那間 什麼 余東船便墅 我要在那裡拍Ending 拍Ending前 我先拍一些東西 接著拍後山 拍一拍一下 突然間有一個人來 喂,陀地要收錢 為什麼來 我說大哥 大哥 大哥 大哥也要付錢 大哥也要付的 我靜雞雞問大哥 我是誰 你猜是誰 猛丁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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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做院員 他又帶布陀地來 就是猛丁哥來收 叫他一起演 二千元 當時的十四香 全部都有收陀地 很好笑 接著 真的拍龍天三 那時候 我說大哥 又是在這些別墅拍Ending 不是很好看 你說哪裡 我不知道 不過我就覺得 應該換一換一個地方 地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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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景拍得太多 然後幾天之後 我想到什麼 我想到了 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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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地 有竹棚 有竹棚 有建築 然後 我就去談 找朋友去談 什麼 談了 麗豪酒店 所以Ending 那場是麗豪酒店 喔 正在建築 哇 這場 一齊跳下來 我記得畫面 那場戲 那場戲 老實實 這場戲 拍到一半的時候 其實已經出事 因為他們經常 因為劇本沒有 沒有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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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完就算 Ending 然後就拿一些假人去試 扔下來 然後那些建築 建築 就 來 你們搞什麼 不要說我們不懂 有人扔假人下來 你是不是想 怎樣怎樣 不是 他們扔假人 拍些效果 過了骨 然後 你知道 一定會放煙 是的 未經過911 我就不知道 什麼叫做 不准在地盤 水賴 眉乾的地方放煙 是 放煙 下面 一氣 就融了那些 所以這個原理 有人放煙 就不准 因為製造氣氛 一定要放煙 所以 又不准 然後 又跟另一個說 好 行行行行行 又不放煙 接著拍拍下 就說 喂 我想Ending這樣 我想Ending 上到六樓 走到六樓 噗 一座爆炸 接著二十個人跳下來 這樣 你 你聊一聊 對 就搞定了 二十個人跳下來 你知不知道怎樣 後來就說 不要不要 不如說這樣 十八樓 你肯聽我講 你早上七、八點鐘上班 通常 七點前 你幫我拍了 我就可以 什麼都不出聲 好 大哥說 哇 那晚慘了 晚上三十幾架 三十幾架貨車去運 那些 紙皮盒 紙皮箱 幾十個造具 幾十個長目 嘩 我都未從來 進去 因為地盤沒有東西 我今天拍不順 繼續拍 給我裝飾 上去 八部機 昨天早上 我說我等天亮了 那時候 太陽出來 八部 留在牆 八部 拿一部機 哇 我在下面說 你好走 好開機 那些歌不行啊 泰哥那些 沒教 哇 等到我心都急著 終於 拍得了 一拍 噴 一聲 爆 然後 爆了 我在下面 留在橋 伸到頭 阿哥 叫白車 噢 大話 叫白車 叫白車 誰受傷 很多 二十個人 一半受傷 他們出來 的樣子是給水泥 水泥蓋住 血 血 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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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問題 之前 還有些事情 很好笑的 二十個人 怎麼跳呢 其實上到六樓 你看到水池 那個位 好像火柴一樣大 對 二十個人都跳 其實熊加班 只有十個人 還是多少人 另外那十個人 是要街外舞師 街外舞師 知道跳樓 其實已經是大蜜和 然後呢 上去一看 真是跳 有那麼多人 就叫街外舞師 下班 哇 那班休職員 我不愛錢 我都走 只剩一十個 只剩一十個 都很震撼 但是 你十個都要淒情沉 哪個跳中間 跳中間最穩陣的 那火柴這麼大 你從上面看下來 你跳哪個最危險 所以就淒情沉 對 猜猜一下 終於 都安置了 最後是十個人左右 跳 我記得 好像幾乎 誰知道 跳出去的時候 為什麼雙呢 其實個個都想跳中間 在外面 不是這樣跳 是斜跳 斜跳 在中間 中間已經打架了 落到下面 就是你摘我 我摘你 哇 六樓 但是這部戲很好看 我記得 我記得 因為在這個之前 沒有人覺得 成龍和洪金堡是演技派 龍的心 令大家對於成龍和洪金堡 在演技方面 就是耳目一身 對嗎 是的 突破 原本跟你談二十分鐘 已經二十七分鐘 太精彩了 我都很快 我都很節省 不是 因為講得太精彩了 沒錯 但其實都沒有講到你的事業 然後 你就是四大天王副導演 還有很多路 直至到你爭取到 因為不是做副導演一輩子 是想做導演 不是 我不是很想做導演的 我下一集 下一集我們才會問陳國 為何不想做導演 為何會想做導演 我們下一集說 暫時休息一會 記住不要離開他們的頻道 OK